今天應該說這兩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AI的部分 因為其實你可以想看看 其實熱身華說真的會不會很難 不會就跟你平常列印一樣 按下去就印出來 所以呢不難 機械操作不難 反而是什麼 你要設計內容啊 對不對 那以前你要設計這個內容 嗯 就有點困難 因為你如果 我不是設計出身的 沒有這樣的相關的背景 而且你不太會合成圖 第二個 你大概最常用就是用照片 然後就把它直接印上去而已 可是我們可以做很多變化 雖然 馬克杯能夠列印的空間不是很大 但是其實還好啦 反正至少你在喝的時候 能夠看到 我有一個自己喜歡的圖案 那一杯水喝起來會特別好喝嘛 真的真的 那衣服也是一樣 那所以我們其實重點主要都是擺在怎麼設計 所以我們今天 禮拜六輕鬆一點 就是來這邊玩的 其實我跟各位 分享一下 我上禮拜六也有上課 上禮拜六大家不是連假嗎 對不對 我本來是要到虎尾高中上課 結果一起床 八點十分要上課 一起床七點五十分 馬上改線上 哈哈哈哈 本來要跟他們的屍體見面 我就現場見面這樣 不然 像我昨天也過去吧 至少我開車到那邊 從我家 大禮到那邊也要一個小時 哈哈 對 就搞得太晚了 今天 就不會犯這個錯誤了 哈哈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簡報第二頁 我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 老師的資料這樣子 那一樣的 我有提供我的官方帳號 嘿 今晚老師都看有官方帳號 你知道嗎 呵呵 所以如果說各位 你後續使用帳 有一些問題 也可以透過這邊跟我聯絡這樣 這樣OK嗎 好齁 右手邊這邊就是 我有把 我有自己的部落格 有YouTube頻道 那也有一些相關的教學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就可以自己再上去看一下 OKOK 好 那我們往後面看 這個是我們這次 你做的絕對不會跟我一樣啦 所以你也不用想說那個 但是我就是 在CAMBA裡面 我先 模擬給你看 你覺得在CAMBA裡面 做這個會不會很難 不會對不對 你應該知道我只做一件事情 把圖丟進去而已 哈哈 他就會把你合成好了 對 像這些都有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感覺到 你設計的圖案 可以放到上面去了 所以你知道你看我 看老師現場 完全沒有擺任何東西 這是我上這種 工作坊的課最輕鬆的一次 什麼都不用帶 哈哈 因為你完全不需要任何想像嘛 你平常看馬克杯 就已經看過很多了 對吧 你只是插在圖案自己設計而已 這樣OK嗎 好齁 所以各位 這樣有了 我們這邊應該 銀鎮那邊有一兩套衣服可以印啊 那我們到時候就看看 看看大家設計的狀況如何 有機會就 挑一兩個 送給大家這樣子 好 那 我們 在 開始之前 先針對AI的部分 先讓大家 有一個認識 就是 你現在每天新聞 網路上 有沒有都有看到AI的消息 有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今年的 AI的發展 跟去年差很多 去年的話 大家最熟悉的 都在什麼 Check GT 對不對 是不是都在跟他 聊天而已 但是很抱歉 今年AI的發展 完全與這個 視覺為主 因為現在AI 聽 說 讀 寫 都會的 寫 就是我們的 Check GT 對不對 聽 語音辨識 說 就是語音合成 再來 讀 就是什麼 視覺的 畫面的辨識 好 所以這四個 他都很厲害了 那各位 你應該知道 你現在身為人 就只剩兩個優點 味覺跟嗅覺 哈哈哈哈 這兩個目前 我們 就是 這個電腦的硬體來講 比較難 你叫他吃東西也很難 哈哈哈哈 聞的部分 也很困難 對不對 因為味道事實上 很複雜 所以說 這個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在 Google 今年1月份推出的 這個 介紹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The landing It's going to be a perfect tent 但當貓咪 你看到 眼淚交流 What do you think might happen next The cat is going to jump to the wall And stick the landing It's going to be a perfect tent 但當貓咪跌落時 Oh And it's a miss It looks like it was just a little too far away 你發現什麼 他現在看到的 不再只是只有像素對不對 他是不是看得懂 畫面上對人來講代表的意義 對齁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視覺能力有了 像這個你就知道 他要考那個速度 對不對 看誰滑得比較快啊 這樣你有概念了 好 那當然 在當時 今年1月份的時候 有人質疑說 你這個影片有造假 Google有承認 我有剪輯過 因為當時 在回答沒有那麼順暢 可是內容是正確的 他只是剪輯讓這個影片看起來比較流暢 好 那我們再看看喔 這個更誇張 因為這是OpenAI推出的 SORA 好 他也是1月份推出來的 那 AI生成影片不是新聞 但是 我們以現有技術來講 我們生成的影片都是3到5秒鐘 可是SORA呢 一次就幫你提升到60秒1分鐘 有沒有感覺這個跨越門檻跨很大 第二個 我們現有AI可以生成影片的 通常都是針對什麼 局部的 就是說 欸我 可能一個人啊 對不對 或一個就是比較局部的 可是我們的SORA是全面的 也就是說跟我們人看到世界一樣 你看到這樣子 整個的場景 然後呢 重點是那個場景 都符合人看起來的物理現象 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新聞是 今年AI算是最重大的一個消息之一 應該讓大家下巴掉下來 真的真的齁 差很多 來你看一下 這一個是最早的 他公佈的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他生成這個影片 就是用下面這個提示詞而已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倒影 倒影 有沒有都反映出真實世界的樣子 所以雖然我們這個沒有錯 你用特效可以做到 可是要花時間嗎 但是用AI有沒有不一樣 有齁 來你看喔 我們再看後面的 所以說真的 現在AI 真的很厲害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 現在到處都是在講AI 那你看 接下來 AI還會運鏡喔 有沒有發現鏡頭是可以動的 好你看後面這裡 以前我們用空拍機對不對 你不要因為說你在這裡 就說他是假的 你真正擺到一般的影片裡面 你會說這是假的嗎 這樣可以感受到 為什麼大家 一直在談論AI 好 你再看後面這裡 你看這隻 這隻 你自己想看 不要因為現在老師介紹就說是假的 去動物園 動物園 動物園 介紹就說是真的 哈哈 有沒有很可怕 來你看看這裡 你看喔 空拍的效果對不對 他要做什麼 他不只要預測我等一下繞過去會有什麼 所有這些動物人的動作有沒有都要符合我們的物理現象 這樣有沒有很過分 有對不對喔 來你看 我們再往後面看一下 所以你就知道 真的很可怕 你看這個 超特寫 跟人有什麼不一樣嗎 跟人有什麼不一樣嗎 你看得出來嗎 哈哈 來看這個 看後面這個 你看看 連市場都出來了 每一個人的動作 然後呢 還要這樣繞過去 要有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非常困難 其實 即使現在技術做得到 光是那些3D建模 就要花很久 好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 比如說像一些 迪士尼的卡通 然後好萊塢的電影 他們製作不是說幾個月 他們做到好幾年 因為他們要花很多時間去做那些細節 對不對 可是現在不一樣 那你再往下看 這個還好 來我們看後面 所以你先把 先對AI有一個比較 就是認識齁 其實說真的 我們現在都是AI原住民 為什麼 我們真正大家比較關注到AI 都是從哪裡開始 是不是從去年ChipGT 對不對 人家從出生到現在不到兩年 可是你可以發現 他進步有沒有非常快 真的很快喔 所以 對他 有害怕是正常的 來這兩隻你覺得真的假的 很難對不對 很難去分辨了 所以你知道現在 OpenAI這個SOLA 他雖然公佈了 可是現在只開放給什麼 給部分的好萊塢導演 還有一些創作者去試用 因為現在有圖就沒有真相了 再加這個有影片沒真相 有沒有感覺會更亂 今年美國有大選耶 所以出去很危險 那你看這一隻 來你們家的小狗 如果是長這樣 你有沒有感覺那個雪 細緻 細緻程度就跟你真的一模一樣吧 你能說這是假的嗎 那麼可愛呢 這樣有感受到了吧 那你看像這邊的 像這裡 在這裡 我們來看後面這個 我們來看後面這個 應該還有一個 應該還有一個 應該在這裡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後面 來這個 你有沒有感覺跟拍攝電影一模一樣 對不對 近拍 然後這些細節 所以你現在真的分不清楚了 那這個是給大家先看一下 有沒有感覺 這是一月份的喔 一月份就這樣子喔 然後呢你看 這個 黃仁勳的 有沒有同學知道這個 叫什麼名字 蛤 這一隻啊 好像在星際大戰 還有瓦莉裡面不是有這個嗎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些科技大廠都很喜歡看科幻片啦 他們都很想要把科幻的 電影裡面場景把它變成真實 雖然他不會講話 可是聽得懂人話 對不對 那以後呢你就會發現 欸 其實身邊會越來越多 有這種 可能不見是人型的啦 就是這些機器人 那每個人可能都會有自己的個性 有自己的專長 就跟真的人一樣 欸 因為以後人只會越來越少嘛 哈哈 對不對喔 好 那各位 關注完一月份的 我們來看 四月份 AI的世界也很精彩 因為包括OpenAI 包括Google 有沒有都有發表新的東西 那 你看喔 這個 他的發表會 我們OpenAI特別搶在Google前一天 那我們來看看 他的那一天的發表會 是Live的喔 就是即時的跟 我們的那個 CubeG直接做對話 來我們看一下 好我們看後面 好我們看後面 在幾分鐘我會在 OpenAI 你有聽過嗎 OpenAI 蛤 聲音太小 好 來我把聲音 調大聲一點 欸 好像 對對對 我是從我的電腦出來的 來 我把它 開大聲一點 這樣開嗎 好 來 各位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AI回答 不是那麼兵兵的 有沒有 他是有情緒的 這樣了解嗎 你有沒有感覺到 他是Live的喔 其實跟他這樣做對答 好 那各位 恭喜大家 他四月份就說 這個 現在最新的 叫做 Trader GT4 O 那不是零喔 O O是代表什麼 ONI O-N 來這個 O-M-N-I 感覺起來 最近一直在學習新的名詞 這是代表全面的意思 全面的ONI 全面的意思 所以 他四月份發表的時候 就說 我會開放給 免費的使用者 都可以用 那 這個月開始 其實 很多功能 我們都用得到了 就是你沒有訂閱也可以用得到喔 對對對 那 但是呢 他發表會的 你剛剛聽到那個聲音有沒有 他其實是 模仿 來自一部電影 叫HER 中文翻得很好 叫雲端情人 雲端情人 那個女主角的聲音 因為那部電影描述的是什麼 一個男主角愛上的AI 這個女主角 好 他們就很喜歡他的聲音 不過呢 他發表會完了之後 這個聲音馬上就被下架了 呵呵 因為他們公司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就死用 呵呵呵 所以他告他 所以說 他原本 你的對話 你可以選擇 就是說 原本有五個聲音可以選擇 那 他這個聲音 在他裡面叫Sky 可是呢 就是後來就直接就下架 那各位如果你想跟 畫面上 一樣 就直接跟他做對話的 你要用那個 OpenAI的 就是那個 應用程式 就是在手機上裝 電腦上 目前沒有 好 你用瀏覽器的 沒有這個功能 但是你裝了他的APP 你就可以直接跟他用講的 即使你螢幕關掉 也可以跟他用講的 呵呵呵 呵呵呵 就是他可以繼續講 那你跟他講的內容 都會自動翻譯 就是說 轉換成文字 轉換成文字 就是你可以跟他講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要體驗 你可以體驗看看 這樣有沒有感覺 有亮點的 真的視覺能力 是不一樣的 聽說讀寫有沒有 感覺到的 好那隔一天 我們Google也推出來了 也新的 那你來看一下 我們就針對重點就好 來這裡 好 李嘉 好 他先問他說 你幫我看看 有沒有什麼可以發出聲音的 有沒有發現搜尋可以這樣指定 這是Google現在新的 其實你可以在上面直接畫就好 好他問他 這個色圈餅可以做什麼 這個都還好 你看等一下後面的 看到他螢幕上 有寫程式碼 就告訴你這個程式碼在幹嘛 你看 你看他告訴你他在解密 就是解密 就是解密 有沒有 可以在做加密的程式碼 所以現在不是隔牆有耳 現在看到也是 馬上洩密有沒有 來 接下來這個 你們有沒有用過Google智慧鏡頭 都沒有 Google智慧鏡頭 如果你拍這邊 或者是拍哪裡 他會告訴你這是什麼東西 以外 他也會告訴你 如果是著名景點 他會告訴你這是哪裡 他現在 連影片 直接 就有 你看他問 問他說我現在在哪裡 有沒有 倫敦的什麼地方 接下來這個問題 才是讓大家更驚豔的 什麼問題呢 他問他 你有看到我剛剛眼鏡放在哪裡嗎 來來來來來 問一下現場的同學 你有知道他剛剛眼鏡放哪裡 你們是怎樣都沒有認真看 你看 Yes I do Yes I do 有沒有 他說你的眼鏡放在紅色蘋果旁邊 你來看看 有沒有真的在紅色蘋果旁邊 你發現什麼事情的 以前 我們去年 跟ChapGT 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跟他對話 他會幫你記得 對不對 可是那是記得文字而已 有 那現在是連視覺都有短暫記憶 你看看他 他記得 你不記得 你不覺得你現在常常是這樣子嗎 常常 走到哪裡 都不記得了 現在 AI都幫你記得 有沒有差很多 有齁 所以你知道 為什麼跟 剛剛一開始就跟大家講 今年的重點都在AI的視覺化 對不對 他真的看得懂人 在講什麼 在看什麼 真的不一樣 所以 你看 我們以前要學習很久 現在AI是 學務一下就做完了 他的那個進展速度非常快 好 再來 各位 六月份 你不覺得每天都看到他的新聞嗎 雖然他現在已經 離開台灣了 他才兩個禮拜 每天的新聞實在是有過多 除了吃喝以外 都是AI 那你看這一場 他在台大演講 好 他主要的重點在這三個 這裡 氣象預測 其實這個現在已經在用了 我想大家應該可以很清楚感受到 我們 最近這幾年下來 我們的氣象預報準確 是不是高很多 好 那他在這一塊呢 就提到一個名詞 叫做數位卵聲 數位卵聲 數位卵聲 有人有聽過這個名詞嗎 比較少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 講另外 講另外 用三個字來形容的 你就會比較清楚 叫做模擬器 我們不是有很多遊戲模擬器嗎 對不對 你不用什麼那個 S-Bus 或者是不用以前的 PS2 我就在電腦上玩 就是一樣的概念 也就是說 現在透過數位電腦 那個AI的超級電腦 我把所有環境的資訊 是不是丟進去 那我就有一個模擬的 比如說台灣 他講的就是台灣的 台灣的一個 氣候的環境 那我現在 有颱風要生成了 那我就把這個資訊丟進去 他就幫我模擬颱風的路徑 對吧 所以你看我們氣象報告 不是常常在講 那個什麼 美國預測歐洲 日本預測 因為不同的超級電腦算的結果 不見得會完全一樣嗎 他們的環境參數不一樣 所以這叫數位嵐生 好 那這是一個 再來呢 就是他的機器人 這個就是 工廠裡面的 也就是說 以後我們工廠裡面不會有人 我們現在講工業4.0 很多工作現在都是機器人在做 但是呢 他的機器人不是 拿來好像裝上去就直接用 他們會先在這種所謂的 數位嵐生 的這種模擬環境 先接受職前訓練 跟我們到職場一樣 我們是要接受職前訓練 好 機器人在這邊 接受完職前訓練 完了之後 好我才進入到真正的工廠裡面 可是這中間沒有人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另外這個 以後大家也會常看到 好 所以這個我給大家簡單看一下 好 你看到這裡 他把這個掙托數位能內 也就是你以後看到的 跟空外電影一樣 都是像這樣人型 但是都不是真的 你以後 你的客服 跟你在做對話的 都不一樣 然後呢 你看像這樣 你要做什麼 你找這個助理 也不是的 你怎麼會有 好像這個就是 醫生的助理 醫生的女 難怪獵 我忘記要提交給醫師 所以這樣有沒有感受到了 用人的形式出現只是讓你覺得 還有一點人的尊嚴 反正背後都不是真的人 就像這樣 所以以後像這樣的趨勢會很明顯 會很明顯 所以這樣有沒有開始 比較了解我們現在AI的發展趨勢了 真的很快 因為AI的發展改變非常非常多 我常常都跟大家介紹 你看我是在視覺傳達設計系有沒有 我都說我們是AI海嘯第一排 為什麼?文案AI比較厲害啊 今天我們是要生成圖片 不好意思AI比你快 再來你要生成影片 AI也很厲害 作曲 AI現在也很厲害 所以每一個都被打到 所以從這一塊來講你就知道說這個改變非常多 好那我們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你可能會看到 最近會有幾個相關的名詞 第一個叫AGI 這種叫通用型的人工智慧 那這個部分啊 目前來講是還不存在 他指的就是說 像 AI這些 不管是機器人啊 或者是 任何形式出現的 他就像一般的人一樣 你可以跟他直接對談 那每個可能會有自己的個性 你會有自己的一些特殊能力 這樣子 目前暫時還沒有 但是呢 後面這個 來我們看一下 後面這個名詞 各位 就跟我們今天有關係的 叫AIGC 你會看到的 就是說泛指就是只要使用人工智慧所生成的 包括文字影像圖片內 這些音樂 通通都算 好 那 因為呢 目前來講 AI還不 不具備 人的資格嘛 所以說你就會知道 透過這樣方式生成的 有沒有所謂的著作權 目前比較傾向是沒有的 好 但是如果你跟他 溝通 就來來回溝通 加上你的想法 或者是加上你自己的一些 就是 插圖做合成 那就比較有機會生成 就是 你可以宣告說 這是我的著作權 好 比較有機會 但是還是要看 就是那個比例啦 所以 原則上 為什麼 我剛剛一開始跟各位講說 我們在創作過程 你要把那個過程記錄下來 因為 如果你不記錄下來 我們剛剛講過的 AI現在是靠機率嘛 所以說 你給他相同的提示詞 文字內容 圖片 影片音樂 絕對不會一模一樣 那這樣你就很難 去還原你當初創作的內容 這樣了解 好 所以你要把那個記錄下來 好 這樣 有沒有比較有感覺了 可以了 好 那我們 這個大家最熟悉的 OpenAI這家公司 其實 它的 主力產品有很多 只是呢 大家最熟悉的 第一名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是文字的 切對GT嘛 那第二名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用的一個主角 答一 答一 因為呢 它深層影像 這一塊 效果也很好 而且它是 公認 大家公認 對中文理解能力最好的 所以你可以跟它講中文好不好 哈哈哈 不用講英文 因為 很多 AI深層的平台 你不可否認 英文的資料最多嘛 所以說即使你可以輸入中文 但是它的理解能力不見得那麼好 可是我們的這個 答一 它的這個中文理解力很好 所以你就直接跟它講 當然你也可以考慮跟它用英文的 它也可以 OK 那再來第三個 其實這個呢 應該是大家 生活上很常用到的 Whisper 叫做語音辨識 像以我來講 我上課 我們 如果錄教學影片 或者像 我的一些研習課程 我除了錄影 我還會生成字幕 就是有字幕 影片有字幕 那你可以想像 老師怎麼那麼多時間慢慢打 對不對 我就找AI幫忙嘛 那目前來講呢 你可以 就是我的經驗 就是它的正確率都超過90% 好所以這個對 我們來講就審視很多 那你可能各位 生活裡面 也許你有訪談紀錄 或者是什麼 你們如果開會 有人要做會議紀錄對不對 喜歡做會議紀錄的請舉手 很無聊對不對 然後 然後沒聽出來 倒帶好幾次 但是呢 有AI就不一樣 有AI幫忙 省事很多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有一點點時間讓大家體驗一下 因為這些 都跟我們今天講的AI有關係 那再來第四名的 當然就是他 剛剛大家看到的未來的明日之星 有沒有 Solar 可是其實他四月份還有推出一個 新的東西 叫做Voice Engine 這個東西呢 15秒鐘就可以把你的人生複製好了 你從此以後不用再講話了 所以你知道去年 好萊塢 有沒有 導演 就是這個編劇跟演員罷工 除了薪資分配問題以外 事實上 還有很重要就是跟AI有關係 因為你可以想 以前我們像那個 迪士尼卡通片來台灣 他是不是都要找他那個演員再重新配音 就有所謂國語版嘛 現在都不用耶 原來的角色 直接就講中文 所以 你那些配音員 事實上影響很大 以前 你一個人要配幾個音 幾個角色就不簡單了 現在是AI什麼都可以 你要怎麼換都OK 那這個就會差很多 不過呢 後面第四跟第五 都一樣 只公佈 但是還沒有開放 就因為開放的世界只會越來越亂 但是技術上是已經可行了 就看他什麼時間開放 這樣有沒有比較了解了 所以你看到剛剛我們有提到一些科幻電影的 像這個就是雲端情人 雲端情人 那像各位 駭客任務啦 機械工底有沒有 這些可能大家都 耳熟能詳或者甚至有看過的 其實說真的我們現在的AI 就有點類似 這些科幻電影面提到的情節 也就是說 你好像有的超能力一樣 你以駭客任務來講 他是想要進什麼情境 進什麼世界 咻一下就進去了 那你現在用AI也是一樣啊 你今天要生成樂曲 我就找樂曲的服務 你就突然那個能力就提升了 那像大家也有看過那個阿凡達有沒有 阿凡達是不是也是他進入另外一個世界 對吧 本來他是一個生臟嘛 生臟的人 進入到裡面之後 又不一樣了 所以後來他決定留在裡面 所以像這樣這些 其實 真的 現在技術都不是問題 現在的問題都在法律 還有未來的道德 就可不可以逾越道德的這個 倫理啦 這個部分 好 所以你看到我們後面有提到 這個文獻世界週報裡面提到 現在有一個研究說 可能 2075年人會 有機會滅絕 不好意思 那個AI是其中裡面的一個原因之一啦 那你就可以知道 AI的 這個 發明 確實對人類的影響有沒有很大 好 所以 先把這幾個 像這樣子的 就是 AI的資訊跟大家 介紹完了 這樣有沒有對AI 開始有比較多一點認識了 他事實上真的 其實進展非常快 不像 各位感覺好像 只是在新聞報導 好像只有股票會漲 不是這樣子 真的他的整個發展 是很可觀的 好